各位朋友大家好 10月22号的这一讲很抱歉 我又有事情耽误了 所以一直延到今天才补录 那么还是一样 今天在我自己的书房 为各位补录这一讲 请各位原谅 那么我这一讲呢 是介绍杨树铭先生的一部书 叫《人心与人生》 同时也包括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先介绍一下背景 今天是有关梁树铭先生的第十一讲 我们在上一讲 盖耀的介绍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初十年期间的经历 和他的思想变化 并且以对他的一部未刊稿 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的分析 来初步论断 他在中国建国之路的方向上 是全面的肯定毛泽东路线的 这是我上一次的一个最终总结的时候 最后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论 那么有朋友就因此问我 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将梁先生归类为毛派 或者是毛主义者 我想这样的推论 这样的推断 明显的将问题过于解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 至少我们需先界定什么是毛派 除了有关政治社会的理想目标以外 其实定义毛派还需要包括了毛对人性与文化的基本观点 所以毛派其实包含的意义相当的广泛 我可以明确的回答我个人的意见 梁树民不是毛主义者 他不能算是毛派 那么但是呢 上一次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结论呢 我想因为梁树民的思想有他的复杂性 有他的曲折 因为梁树民在政治社会的层面 他是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他不会像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那样 一开始就彻底的否定毛 或者毛泽东路线 他不会 因为他自己也是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阵营 梁树民始终在仔细的观察中共的具体措施 并且他也认真地反省自己的思想与社会实践 他对于毛的评论 乃至于对新政权的评论 都是以他的乡村建设事业 以及他长期以来的文化观点作为参照 正因为他早就有了一套 从自身生命历练苦思而来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所以他对这一套的体系也深具信心 自诩他的这一套体系绝非泛言空论 所以他是有自信的 虽然他也反省自己的错误 自己的不足之处 但他基本上对自己过去几十年人生历练过来 所得的这一套理论体系 思想体系 他是有相当的自信 所以梁树民因此总是能够在承认自己思想偏师 或者他认识不足的同时 又不至于丧失立场 而且也不至于盲从权威 这一点我要特别跟各位朋友强调这一点 因为很多朋友常常会陷于两端 有的人认为他失去立场 所以才会去称赞毛 有的人认为他是被迫不得已讲的 那么我觉得都不是 因为要评论 要判断梁树民这一段时间的议论 我们必须要从他整个的体系着手 然后完整的去理解他 才不至于对他某一个特定时期的言论 失去判断力 所以梁树民的反省或者检讨 都是有所本的 也都是他深思熟虑后的肺腑之论 我们今天这一讲 我也将要采取跟上一讲 类似的途径 我们今天要借着对梁树民晚年 他最看重的一部著作 叫《人心与人生的讨论》 然后综合评述 1960年之后 接下来的十余年间的共和国的形势 大概到1970年代中期 1960到1970年代中期 这个共和国形势的变迁 以及梁树民的思想演化 梁树民先生早在1924年 就已经立意要做《人心与人生》这部书》 后来呢 他一直拖到1960年才正式的起笔 当然我注意到了 他的另外一部著作 就是我们上讲所介绍的 那个《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 里面的拔迹中间 各位可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 全集第三卷的520页 他里面有曾经提到一句 就说正式着笔写 《人心与人生》是在1957年 但他在他的书成字迹又说1960年 所以他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也许这牵涉到他个人的记忆的正确 准确与否 总而言之 他到底什么时候恢复 认真的 全力的来写《人心与人生》呢 有两种说法 1960或者是1957 那么写作的过程屡经波折 到文革的时候一度终错 到了1970年才从里就绪 1975年完成 完成之后又没有人愿意帮他出版 所以后来一直拖到1984年才出版 那么无论这本书正式的认真的写作 是始于1957还是1960年 都是在他与毛泽东公开冲突 那是1953年的9月的事 都是在他公开冲突之后的事情 那么全书完成于1975年的夏季 一年之后也就是1976年 9月毛泽东就去世了 所以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呢 大致符合毛泽东的晚年阶段 这一点我要特别跟各位强调的 请各位读这本书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个时代背景 好 接下来这一节想跟各位大概的介绍一下 1960年代前期的国内外的形式 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大国内外的大事 了解梁树民当时处身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他发愤来写作这一部书的 那么1956年呢 苏联的领导人赫鲁雪夫 严厉的批判了史达林的个人崇拜现象 史达林刚去世没有多久 赫鲁雪夫正式的 全面的否定了史达林的个人崇拜现象 这在 这个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大事 当时震撼了非常多的人 那么同年在欧洲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这个详细的我没有办法多讲 这个各位有兴趣的朋友请去 去查阅相关的讯息 这两件事情都给当时的中国的领导层带来强烈的震撼 并且由此对苏联产生了戒心 我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排列当时发生的事情 到了1958年的夏天 赫鲁雪夫又向中国提出了 苏联军舰提靠中国港口的要求 并且还提出另外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 能够侦测 美国的潜艇 所以他要求在中国境内建立长波电台 这两个要求 被中国领导人 特别是谋 视为意图控制中国 所以予以拒绝 那么两国领导层开始产生了戒递 而且这个戒递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展得越来越深 越洁越深 到了1960年的6月 中苏的分裂就公开化了 那么苏联在当时呢 就撤回原华技术专家 这个对中国是一大打击 所以中国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 主要在国家建设方面 特别是物质层面的国家建设上 遭到沉重的打击 而且在外交形势上 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 不但西方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阵营以中国为敌 现在连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也开始孤立中国 那么在国内方面呢 我们延续上一讲所讲到的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 中国在进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那么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主要原因 我们上一讲提到过 就是拒绝苏联史的发展道路 所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 包括了官僚主义 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 特权阶级的左掌 还有城乡差距的拉大 以及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是延安时期树立起来的理想 逐渐的衰退 大跃进的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 它的背后蕴含的一个很深刻的含义 是反对官僚 因此就遭到了新政权建立之后 所形成的新的官僚体系 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体系的强烈的反对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最有意思 最引人深思的一段 刚建国时期的一个 面对的一个深刻的考验 其实它并不仅限于中共 所面对的问题 它的参考意义 它的教训 它值得思考的地方 是值得到今天 还是值得我们深刻的 而且要严肃的对待 要留意的 只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在讨论它 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 和毛的退出政治舞台中心 劳致了党和国家官僚权力的 远途重来 随着大跃进的崩溃 以及自身在政治权力中心的孤立 毛开始担心革命的前途 他认为革命制度 我因为引用Myssen的书 所以我把他原来的词汇 附在后面 他用的是Revolutionary Order 革命的制度 也许会夭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一套 这个新的Revolutionary Order 可能会被不革命的国家 就是不革命就是拒绝革命 不再革命了的 尽管那些人也是共产党员 这是毛心中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他怀疑他们会这样子 这不一定是事实 但是他怀疑 他担心他们会这样 会被一个已经形成的一套 新建构的体系 他们是变成了一个不革命的国家 叫Non-Revolutionary State 所取代 于是这个革命的动力 不但不会再继续往前发展 革命的步伐 革命的进程 不会再继续往前 而且可能会随时的倒退 最起码会停滞不前 这是毛 以及毛派分子担忧的 所以毛比过去更执着于历史 复辟的可能性 如果各位读这一段时间的 这一段这个时期的中国 中二民共和国的历史 这一个时阶段 又发现有所谓的复辟 复辟这个词汇常常出现 历史复辟 官僚复辟 这些词汇会会常常的出现 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一种 一个主要的关切所在 那么毛越来越相信 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 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所以 我这个地方提到了阶级跟阶级斗争 也就是这正是梁树民跟中共 长期以来 他们最不同的观点 最分歧的焦点所在 就是有关阶级跟阶级斗争 梁树民承认 他对于建国前后 中共所提倡的阶级斗争 以至于建立一个革命政权 摆脱外来的侵略压迫 然后开始从事建国的这种努力 他认为他过去对 他承认他过去对阶级斗争的概念理解不足 那么他承认毛泽东 权势的一些执行的比他要 要深刻要周延的多 这是他 我们上一讲都提到 他在建国之后的反省 那么今天这一讲 我要特别一再的提醒各位就说 其实 梁树民并没有全然的 丧失他自己的立场 去服从权威 因为他不断的还在考量着这个问题 所以梁树后来对于老年毛泽东 就有非常强烈的批评 认为他犯了巨大的错误 就在于他把这个 他坚持阶级跟阶级斗争 坚持的过度 而且过度的诠释 以至于造成了晚年 就是后来的文革时期 中国的一场灾难的政治后果 跟社会结果 那么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就说我今天这一讲主题 当然是梁树民 梁树民怎么去看待呢 那么我借用 Morris Meissner Morris Meissner的著作 毛泽东的中国极其后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里面的主要的章节 来彰显出 当时 Meissner认为 毛当时在担心什么 在存疑什么 在思考着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在计划着什么 这个给各位做一个背景介绍 这大概是1960年代初期 1962、63、64的阶段 毛的心中的想法 大致上的想法 这次出于Morris Meissner的推论 那么从1961年开始 因为毛退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 他不再参与决策 那么1961到1965的时候 进入到刘邓所主持的 新经济政策的时期 那个时候的主要的目标呢 刘邓的措施是要恢复被大跃进 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刘在农业方面 他的主要措施跟前一个阶段 不一样的是 允许各农户扩大自留地 并且在工业方面呢 强调利润指标 利润 在毛泽东如果毛派的眼中 利润是一个脏词 但是利润在资本主义体系里面 认为是一个合理的目标 所以刘在工业方面 他强调利润指标 把利润当作一个可以追求的标的物 在经营实业 在管理工业的时候 那么要加强厂长长跟技术人员的权威 并且重视物质刺激 更胜于精神鼓励 就是适当的奖励 有贡献的人 这些奖励是直接是物质的奖励 那么尽管有这些措施 在刘邓时代的中国 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合作的形式 工业企业的经营 大大小小的工 工业跟企业的经营 其实都是国家所有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所谓的毛路线跟流路线 如果从我们今天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刻 回头去看望那个历史阶段 从历史的发展来回头看那个时代 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 两者的实质的差别并不大 他们都是社会主义 而且都是中国共产党的 那个阵营里面的基本路数 只是他们的措施略有差异而已 起码从我们今天的角度 大部分人看回顾会觉得差异不大 但是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 这两条路线在当时的分歧 却是显得非常的尖锐 所以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 要么就是有的人 要么是非常非常拥护 要么就是强烈的反感 所以他们当时分歧是非常激烈 非常尖锐 那么1960年代初期所实行的政策 他的社会后果是毛主义者无法接受的 这是 我想这个是当时的现实 历史事实 我们今天可以我们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 去评论他们 但是我只要想呈现给各位 就是说那就是那时候的历史现实 处在那中间的人们 分作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而他们当时的对立 他们的分歧 在我们今天看来分歧不大 差别不大 但他们觉得非常尖锐 他们感受到的却是尖锐的分歧 请各位读历史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这一方面 不能拿我们自身的标准 自身的眼光 自身的价值 自身的感受 去评论历史人物 我必须去深入到里面 发挥一些历史的想象力 理解当时的人是怎么看问题 他们怎么感受问题的 到了1962年的秋季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概念 认为说 可能会有反动阶级 复辟的可能性 当然不是指国民党又反攻回去了 而是他的意思是指着中国共产党里面的原来的同志们 甚至于他的亲密战友们 那些多年的老同志们 可能有的人会变职 他主要指的就是中共内部可能有人会变职 而且变成了反动阶级 他称为这个叫做反动阶级复辟 不是过去被打倒的那些人又回来 这是他的 各位请注意 他不是那个意思 那么文化大革命前的这几年 毛所考虑的主要问题 就是这种历史的不确定性 到了1962年的9月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时中全会 发表了一次重要的讲话 提出要为日益加深的修正主义的威胁 进行阶级斗争 各位请看 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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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断地在提出阶级斗争 这跟这样的提法 跟这样的措施 跟这样的思维的方式 看问题的角度 我相信梁树民是不赞成的 但当时梁树民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影响 但是相信他对老年毛泽东 所做出这样的判断 他是不赞成的 那么我也提供给各位朋友做参考 就是当时毛泽东确实 他把阶级斗争的概念 以及措施 以及想法跟计划 越来越提上时辰 越来越积极的推动 也就是阶级斗争 在他的思维中越来越 至关紧要 所以中共中央当时 在八届时中群会之后 也正式的同意了毛的意见 此后的三年半 他们就推广进行了一场 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那么后来我们读历史都知道 这场运动 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在应付毛的 但是执行者并不是那么的认真 那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场运动是毛最后一次 试图通过党和国家的正式的体系 去实现自己的社会变革的努力 这是最后一次 他想以延安整风运动的模式 作为基础 那么这场运动的目的 在反对官僚化 在纠正修正主义 使党和整个社会 重新树立起集体主义的精神 这是毛当时希望达到的目标 那么 但是这一场运动 实际上是受到了 以刘邓为代表的 当时的正在主持政策 主持政务的那一套 整个整套的官僚体系的抵制 最起码是普遍的冷遇 就是应付毛而已 表面做表面工作 这更增加了毛跟毛主义者的担忧 各位考虑一件一个因素 当时的毛泽东已经70岁 在很多人的眼中 他建国有功 现在 然后在 在前两年才刚犯了一次重大的错误 造成中国的三年饥荒 那么其实中共 党内有许多人在当时 也觉得毛应该要退下来 因为他犯了错误 那么大家还是尊重他 因为他历史的攻击 没有人能够相比 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这个新政权 也没有 中国人重新站立起来的 这一段历史发展 这是他的贡献 他的功劳 大家都没有话说 但现在 起码当时的主政的 留邓为首的这一群主政的 体系的里面的人 普遍 抵制他继续发挥作用 希望他 大家给他最高的荣誉 把他高高的拱起来 供奉起来 但是希望他不要再介入 不要再实际的介入政策 执行 乃至于政策的拟定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对这段历史也是这样子看 但他们低估着毛的能量 因为他们以为毛 在政治体系已经 已经有点边缘化 毛在党内也 事实上在意见上 处于少数的地位 他们以为 凭借着整个体系 党的组织体系的力量 可以让毛边缘化 但他们愿意给毛 最大的可能的荣誉 但希望他真正的退下来 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 反而反过来 刺激了毛跟毛的支持者 他们对中国的 发展道路的担忧 所以 毛跟毛主义者 反而 把官僚 这些曾经是他们的亲密的 同生共死的 同志 视为社会邪恶 与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这个相关的论述 请参阅麦森的书的第十六章 他有非常精彩的 概念性的论述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理解的一个切入点 好 我们下一节就要讲到 时间到了1966年 刚才一路按照时间的顺序 讲那个 我很显要的给各位介绍了 那个1960年代 前期的地史的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一个趋势所向 那么 既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成功 而且很明显的受到了冷遇 跟应付而已 那么毛 跟毛主义者 毛的支持者 开始 他们的那种不安全感 不确定感 以及对反对 反对派的 反对他们意见的人的那种敌意 上升到了敌我意识 所以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然后在1966年 他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身份 他是这场革命 这个新中国的缔造者的身份 他从这样的地位 亲手发动了一场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这是最特殊的一点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的 一个革命政权的绝对权威的领袖 他居然发动了一场运动 企图把他一手缔造的这一个 这个党 乃至于这个国家 这个政权 这个体系 企图要把他毁掉 最起码要把他们打倒 或者是重新来过 重新换写 重新修正他们的方向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 都是非常罕见的 这一段 二十世纪的这一段历史 将来在人类历史上 会是一个持续的研讨的课题 我们到今天为止 对于这一段历史 中国大陆的史家 当然是比较偏于肯定的 但这个肯定也不是 评价论 不是太深刻的论述 那么海外的 因为出于冷战时期 延续到今天的反中共 反共 反中国 的倾向 其实也 人们也很容易轻忽 这段历史的深刻意涵 其实这段历史 真正的深刻的研究 可能还没有真正开始 所以有待于将来的 后代子孙们 有待于将来的 这个历史学家们 如何去重新来判断 这段历史 其实我觉得全人类 都没有办法回避 好 毛泽东终于1966年 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毛最后一次的革命活动 他绕开了前面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他还最后一次 透过党跟国家的机器 这回他绕过了他们 他直接诉诸于年轻的学生 绕过了体制 他绕过体制 他不再相信那个体制 但是这是他最后一次的 革命的活动 是他为了复兴 请注意看官号里面说 至少是他认为的 兵临绝境的革命 所做的最后努力 这一场努力 是他想要挽救 这个革命的方向 跟这个革命的理想 他不愿意看到 好不容易几十年的奋斗 欲血奋战 建立起了这个革命的成果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毁到一个 一个偏离的方向上 所以他开始 很认真的 思考的要 他不惜打掉 这整个体制 其实重新来过都可以 他一再提出了 他可以冲上 井冈山的这种说法 各位可以了解 这是他当时的心态 他要挽救 这一场革命的成果 至少他认为 这个革命的成果 遭到严重的威胁 那么文革 有一点 我们在概念上 要讲清楚的 就是文革不仅是 毛主义跟毛时代 发展的历史的顶点 而且 我特别 这个地方特别强调 那个时代的经验 将会支配着 毛之后年代的 中国人的政治意识 这一点 非常非常的明确 即使今天 表象并不清楚 并不明显 但事实上 它还在发挥的作用 那么对于文革的评价 非常的不容易 这场运动没有潜力 又充满了争议与矛盾 当然这不是我今天 这一讲的主题 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深入的去发展 要深入去讲 也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论述到这边为止 也只是在陈述 在铺陈 梁树铭写 人形与人生的 那个时代背景而已 请各位要能够理解 我做这番铺陈的用意所在 那么所谓的文化革命 它什么意思呢 它是中国现代史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议题 它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中间的一个人 它既被时代所决定 它后来又发挥了重大的能量 影响力去决定了时代的走向 但是毛不是凭空一个人 想出了它种种的概念 所以它不是毛一个人的个人发明 它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普遍 而且深刻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中的一个概念 所以从新文化运动 五次新文化运动以来 其实中国的知识界普遍都有一个倾向 强烈的倾向 就是要进行文化革命 就是反对 就是反传统文化 这是一个 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的主流 反传统 那么 反传统要进行文化革命 包含两个主要的观念 第一个当然就是全盘性的反传统文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强调人的意识 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这个后来毛发挥的到了极致 毛非常强调人的意识的正确性的重要 能不能正确认识历史 认识时事 认识未来的方向 强调人的意识在创造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那么这第二点其实非常的抵触于 跟这个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抵触的 因为所谓的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认为 这个生产 这个人的生产关系决定人的思想意识 但是毛主义是倒过来的 毛主义认为说 人类的生产条件 生产关系固然重要 你的生产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但人的意识人的思想意识是可以独立于那个现实的生产条件之外 有它的强大的独立性 非常非常具体的独立性 可以反过来左右 实质层面的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毛主义跟这个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最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毛的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 也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说是毛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史上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的一种意识 反传统 强调个人人的意识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性 好 这是文化革命的两大观念 我们回到梁树民 仅就上述第一点 全盘性的反传统化 梁树民就完全不属于毛主义的阵营 这一点应该讲到这里应该非常明显 所以为什么我说梁树民不是毛派 他不是毛主义者 但是在1960年前后 他一度非常肯定毛的建国之路 这是我们上一讲 最后得到的结论 在那个倾向上 他其实是在建国之路上 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 早期 他是倾向于全面的肯定毛的建国发展的路线 这是我当时提出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毫无立场的 崇尚权威的放弃自己立场的 去变成一个毛主义者或者毛派路线的拥护者 并不全然是 因为梁树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思考者 他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是他不会盲目的 没有想清楚的问题 他不会盲目的接受别人的意见 哪怕对方是一个绝对的权威 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学术权威 没有经过他脑子思考过 没有说服过他自己的东西 他是不会接受 他不会全然接受 他会反省 他会不断的思考 但他不会盲从于权威 所以这一点是我要特别跟各位 一而再再而三强调 所以从反传统这个角度来看 梁跟毛就非常不一样 那么至于第二点 强调人的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人的意识的作用性很强 这一点他倒是接近 但他跟毛可能也并不尽相同 但是梁树民所强调的人心 人的意识 人的思想的这种作用性 那种绝对的价值 其实是非在形式上是接近的 在内容上不尽相同 那么好 我们回到文革 刘邓所代表的官方立场 坚持中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 很有意思 我下一讲 11月份的下一讲 我会发比较多的篇幅来讲这一部分 因为这一句话 下面这句话 当时在中共的八大提出的 就是说 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 这是195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 说1956年提出来的 先进的社会制度 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句话提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该大家应该全力建国 发展国家 全方位的发展国家 建设国家 大家要把阶级斗争的这个 主张跟措施暂时割一下 暂时放置下来 因为新中国建立了 打倒了旧的剥削阶级 统治阶级了 那么现在剩下的 大家的差异 不是那么尖锐的阶级矛盾 所以现在所谓 建立了新的中国这个新政权 它是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 那么当时的中国呢 可是现状是普遍的落后 绝对的贫穷 所以先进的社会制度 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意味着大家应该 暂时放下阶级斗争 甚至于长时间的放下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变成不是主要的目标 建国发展社会生产力 才是主要的目标 当下主要的目标 其实 到了1960年代 初期之后 其实有一个阶段 在文革之前 有一个阶段 杨树民事实上是赞成刘邓的这个说法 就是八大里面的宣言 八大的那个决议里面的这句话 特别我用花号画起来的这句话 杨树民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他跟毛的观点就 开始分道扬镳了 好 那么毛在1956年的时候 还同意我们前述的那一点 就是先进的社会 社会制度跟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所以毛在1956年还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到了1960年代 初期大跃进失败之后 特别是大跃进失败之后 还有他人民公社运动啊 大跃进所尝试的那种 赶快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 在现实的挑战之下 遭到一个非常惨痛的破灭之后 毛开始重视了革命后社会的 里面的社会阶级关系问题 所以毛开始跟这个说法开始 针锋相对的开始对立起来 毛开始想到的是 不但不应该放下阶级斗争 而且还应该把阶级斗争的观念重新拾起 而且要牢牢的掌握住 才能够抓到这个时代的脉动 所以各位请看 几乎注定了 在那个历史的当口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那个冲突跟歧义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尖锐 所以特别是新社会本身 政治结构所产生的新阶级问题 毛开始认真的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发动文革 为什么他会绕开中国共产党的体制 国家体制跟党的体制 直接诉诸于群众 甚至于诉诸于年轻的学生们 让他们动员他们起来 回头来冲击官僚体系 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那个体系了 这就是这一段历史 你说他充满了悲情 没错在他背后有非常非常严肃的历史 议题 政治社会乃至于文化 思想 全方位的一整套的 那些问题到后来其实是无解 后来的中国历史是到了改革开放 是暂时搁置 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再继续辩论下去 或者再冲突下去 只能搁置 这一整个的历程都代表了一个 一个国家在摸索前进的 整个大过程中间的一段一段的插曲 可能都现在回顾起来 很多人去肆意的批评很容易 但是要知道这走来的过程是很不容易 一个人如此 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社会 所以某所谓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这个概念呢 跟财产所有制是无关的 是跟他们当初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倒的原来的那个官僚资本家 买办阶级的那个完全是两码事 那是主要是财产所有制决定的阶级分化 现在某所谓的新的资产阶级 他只是用这个词汇 大家比较熟悉 其实他指的是 辩职了之后的共产党的党员 或者是干部 那么所以他最独特之处在于 他是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提出了这一个观点 好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从后面的杨树民的著作跟言论来看 杨树民在这个阶段 不可能会是赞成毛的意见 所以也难怪 1953年之后 毛不会再见他 他们也最好不要再见面 因为到了这个60年代的时候 我相信杨树民对毛 尤其到了世界 直接迫近到文革的时候 他们不可能见面 他们再见面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所以以上有关文革的论述 请参阅Morris Meissen的这部书 毛泽东中国及其后 那么大概14 15 16 17这几章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请要花一些精神 因为这个书不太容易读 充满了各种的概念思维意识形态的分析 但是这个书如果您读进去了 你会受益很大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再把注意力拉回到杨树民本人 他的经历 他的处境 我想要从他跟毛泽东冲突之后的处境叙述起 稍微拉早一点 拉到1950年代的中期左右 1953年9月 他跟毛泽东冲突之后 杨树民的后来的处境呢 直到文革爆发的处境呢 其实并不算太困难 这是平心而论 正如毛当时骂他的时候 说坚持说 我还要保留你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 我不会让你 把你保留在那边 让大家来看一看 作为一个负面教材 这是毛当时 慎怒之下说的一些 很不 很不重听的话 但是确实毛也 在实质的作为上 也信守了他的 他的话 他的诺言 信守了他的 他自己的这个承诺 就是说 他确实保有了 让梁继续保有的 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 所以这意味着 他没有把梁树民 排除于人民的行列之外 当然 在接下来几年的期间 梁树民遭遇到 有组织的批判活动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当然的 那么 1954年的春夏之交 一个比较值得称 称述的 比较值得 跟各位介绍的 就是中国科学院 组组织一场批判梁树民反对总路线的一个小行会 中国科学院当时院长是郭沫若 那么我根据梁树民先生年谱的颠注者李渊廷的文字 他把他的文字记述在年谱里面 李渊廷当时陪同老师梁树民附会 那么李渊廷很简短但是很深刻的描绘了郭沫若 深色俱立的那种发言的场景 这些都给李渊廷留下了非常负面的观感跟感慨 李渊廷特别记述郭沫若的那一段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我这边就不要多转述了 那么 这是1954年 但是 后来在1956年在政协的组织的那个学习会上 梁树民谈了两年来对他展开思想批判的感受 他坦诚 自己过去从思想到行动最要紧最根本的错误 就在阶级问题上 这是他一再提到的 他跟中共的分歧在对阶级问题 阶级斗争议题的讨论上 理解上 那么 建国最起码最初的十年到1960年左右 他一直在反省的就是他承认自己在这方面 他是错的 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他所主张的道路没有成功 中共的道路就完成了建国 好 我引他的话 他说 过去我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一贯的拒绝以阶级眼光看中国社会 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 满相信自己 操生在阶级外 原来恰恰是站在具有反动性的那种阶级的苛旧中 这样多少年来就实际在做着反对革命的事却自以为是革命 这是他的自我反省 他说我还以此号召于人 这比之于不革命的或者说简简单单反对革命的所起的作用 大不相同 他在阻挠的革命 他说我过去的错误 是我事实上自己不算革命 却我自以为革命 我用那样的号召 其实反而实际上起着阻挠的革命 妨碍的革命 表面上还好像不够反动 而其实反动力更大更强 问题更严重 严重多多 这是他对自我的反省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 他的那个阶段 他认为他过度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过度的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 这是一个错误 所以梁树民承认那个错误 后来他承认在这一点上 尤其到后来他 我们上一讲有提到过 他称到毛泽东既联合又斗争 就是在阶级斗争 进行阶级斗争过程中 又能够保持联合次要敌人 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性 不会让整个局面失控 他觉得那是一个很 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做法 跟维持大格局稳定的做法 他想说这是他过去 他确实在这方面 他承认他 他过去缺失盛大就在这里 那么他不应该过度的拒绝阶级斗争 这是好 这是50年代的阶段 那么他做了这些反省 也接受批判 系列的批判 但是他仍然正常履行的 全国政协委员的相关职责 这是在1950年代 1957 58年 他积极参与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 因为他主籍是广西 所以周恩来特别安排了 他也变成其中的一个重要的 起码是代表性人物吧 参加很多很多筹备 来自于后来直接建立 广西自治区的 壮族自治区的那个 整个过程 他都参与了 1960年 他以政协委员的身份 视察山东农村 然后1964年 他又分别到山西太原 河北唐山 辅宁尊化等地去视察 这些各位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看他的年谱 大概有一些技术 所以这段时间 他的处境其实并没有人们 所猜想的那么恶劣 毛泽东 在1953年那一次大会上 对他的那个 毛泽东算是失态 是很糟糕的那种态度 但是之后呢 确实也没有对他 有任何进一步的迫害 当然有的只是 不同的 不同的阶段的 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机构 对他组织的一些 相关的批判会 那些都是口头的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冲击 对他的生活影响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老实说 他的境遇并不坏 当然没有说好 但是并没有多大的打击 为他担心的一些老朋友们 都起码到了1950年代后期 到1960年代初期 都松了一口气 本来担心他的安危 担心他的处境的朋友 后来都相继的 比较松了一口气 那么在此期间的主要著作 就是我们上一讲 他在1959到1961年之间 所写的那部 当时没有发表的文稿 叫人类创造力的 大发挥大表现 这是这个阶段 所主要的著作 当时到了1960年代初期 两条路线的斗争 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么国内的政治氛围 越来越开始紧绷了 杨树明在太原的公开讲话中 将他早期所怀抱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必须以德裕代替法律制裁的思想 把他延伸到评论 新政权建立后所强调的政治思想教育 他发挥了 他做了一番发挥 他的本意 其实是要肯定 在毛领导下的中共 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正确性 他其实肯定这种做法的正确性 他认为政治思想教育 不能以刑法政令来取代它的作用 教育也就是他所谓传统社会里面的德裕 的功能现在转化成为新时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他认为他对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他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 他其实并不考虑其他因素 可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是紧绷的 所以呢 他发表了这个太原的讲话之后呢 又引来了一次的批判 造成了一个新的批判 对他的批判的批判潮 根据梁书明1965年未发表的答复手稿 就是有一些人开始写文章批判他 他的答复 但是当时没有发表 1965年他有一个未刊稿 这个都收在他的那个全集里面 他再一次的总结自己跟中国共产党的 所同与所不同 这段文字很有意思 他再一次总结过去几十年 他说他跟中国共产党有两个地方相同 有一个地方不同 两个相同的是什么呢 请看这个他自己的话 他说 中国社会出路在走向社会主义 而非重复走资本 欧美资本主义老路 这个认识 此一认识为四十多年前 我与中国共产党之所同 这是第一个相同的地方 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不要学欧美的资本主义 那个是不可能完全交给中国 让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 因为中国如果走欧美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 这个世界一定走向回念 而且那不是人类应该走的 我们应该直接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个是四十多年前 我就跟中国共产党共同的看法 这是认识 第一个 第二个 为了从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要做到的话 必须先要有一个全国统一 稳定的革命政权的建立 此一要求 前面是此一认识 我跟中国共产党一样 这个要求呢 也是我跟中国共产党所同 所以有两个地方相同 一个是认识到中国就要走 不要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 要走社会主义 这是我们共同认识 第二个 中国革命要先建立一个革命政权 然后来确保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两点是我跟中国共产党相同的 好请看接下来他就说 所不同的在哪里 在如何建立此一政权问题上 中共走一般革命之路 就是阶级斗争之路 我 这梁淑敏 则根据我对中国几千年社会之认识 和近百年中国问题之认识 我判断其走不通 我原来判断中共走不通 可是今天的事实证明了 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 居然走通了 建立起了一个革命政权 这个革命政权有效的把 帝国主义势力给赶出了中国 而且让他们不敢再随便的侵犯中国 这是第一步就建立 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稳定的统一的革命政权 于是开始国家建设 那么 到目前为止 梁淑敏的反省是说 他承认这就是事实 事实给了我答案 我错了 然后中共跟毛 基本上在这一个问题上看法是对的 但是各位 有一点我要特别跟各位讲 他不是完全的自我否定 他是承认 这件事情上我看错了 我承认我的错误 其实这 恰恰正显示他 个人的人格的完整性 跟他的原则性 各位不晓得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 所以他说 我 中共居然 在毛主席领导家居然完全走通了 那么我自己所设想并致力的一条路完全落空 所以 面对事实 我完全承认 我过去判断是错的 我的坚持是错的 我现在承认 所以梁检讨自己的错误有三点 他总结 第一个 自己原来并不真的懂阶级问题 第二个 自己自以为超脱于阶级之外 其实不由自主的 我那种态度让我自己不由自主的落到了同志阶级 为同志阶级而说话的 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的状态 而我自己不知道 那么第三个 我因此 我是一个分不清敌我的人 这是他的 当时他自我反省 从这个有关阶级议题的检讨 自我反省自己有三个错误 所在调点 那么另外 他自己反省 我这一生不贪 安逸 不图享受 抗战的时候 我到敌后跟随的游击队行动 我还有 自许 我还颇有一些不怕苦不怕死的气概 但是 他又自己尽心的反省 虽则中怀有爱国感情 对祖国的责任感 虽然我心中确实是有责任感 有爱国情怀的 可是我的爱国情怀却夹杂着 意气自雄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远非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他把英雄主义概念上分成两种 一种是夹杂着个人的私欲 私好名好利的这种心 特别是好名 这种自以为是的意气自雄的 叫个人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还有另外一种 属于可贵的 那是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 所以我的思想改造 首先应当消除自高自大的 个人英雄主义 这种感情思想 只能出自于剥削阶级 那么我应该避免重蹈 唯心的旧习 这是他的自我反省 1966年 那是1965 前面讲的是1965年 还在自我反省 但到了1966年的5月 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正式开展 到了8月份的时候 8月24号 文革的冲击就降临到 梁淑明的身上 红卫兵上门来抄家 这个抄家对他打击非常之大 因为梁氏三代 从他曾祖父 开始定居北京 他们三代到他第四代 定居北京 前面三代 曾祖父 曾祖父父 父亲都做官 他们家算是官换人家 虽然官不是顶大的 但是好歹是金官 可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文化素养 跟阶级社会地位的 他们三代所藏的书 还有他们家所保留下来的 明清的明家的绘画 还有他个人 他父亲开始到他个人 从戊戌维新 到东西文化论战的时候 尤其是梁淑明很年轻 又变成一个文化界的名人 所以有很多当时的明家 跟他来往的书信手杂 其实都非常珍贵的文物 都被集中在院子里面 烧了几天 烧完 可见那个量有多大 要烧好几天 三代的藏书 明清自画 名人手杂 都被烧毁殆尽 烧了好几天 他们的房间 因为他的住家 因为有电话 所以红卫兵觉得很适合 做他们红卫兵的司令部 所以就把他们赶出来 赶到一个原来在他们院子里面 堆放烧走杂物的小房间 让他们夫妇两个欺身 其他的房间通通贴上封条 不准他们进 他们家有电话的那个房间 变成红卫兵的司令部 那么 8月29号那天 红卫兵 虐待这个 梁书明的夫人 陈树芬女士 逼她跪在地上去吃那个 生的丝瓜 梁书明当时呢 就忍不住 因为陈夫人已经70岁了 梁书明当时是75岁 梁书明站起来跟这些 红卫兵说 都是中学生 他跟他们说 他那么大年纪 你们不要这样对他 梁书明也被强迫 跪下 夫妇两个都被跪在地上 然后陈夫人 陈夫人后来被打成重伤 卧床 然后红卫兵又勒令他们 打扫街道厕所 限制他们的自由 所以这一段 8月多 8月下旬这一段 是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跟考验 梁书明 后来他自己回顾 他说 我起初我内心颇感不适 没有办法释怀 觉得怎么会这样的事情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 但是他说 我旋即依然不介意 后来念头一转 把所有的不快的感觉都放弃 都疏解掉 疏缓掉 这是他多年 修习佛法的功夫所在 这是他的功夫 9月13号开始 他很有意识地说 要以佛法自度 自己度 度什么呢 度自己的心 现在我既然身在这个处境之中 我只能 在我的心上下功夫 9月下旬开始 他决定要写 如佛异同论 把这个心念专注在一个 一套理论体系的思索上 干脆来写这篇文章 但是因为资料没有办法 所有的东西都被烧了 都被封了 都被拿走了 所以没有办法查找资料 只能凭记忆撰写 那么就写啊写 写到11月10号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这种情况下 他还完成了一篇文章 叫《如佛异同论》 至于从1960年 或者1957年 重新认真开始写的人心与人生 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啊 这一部书 当时已经写了七章 可是就被迫错笔 他的原稿一度被 洪卫兵给没收了 后来梁淑明 经过很大的努力 去交涉 去请托 后来 有没有到周恩来的层次 不知道 总而言之后来 很幸运的 那个七章的原稿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退还给他 所以他保留了他的完整性 他之前写的七章 得以保存下来 没有被完全的没收 没有消失掉 那么可是 这个时候的 他的情况 他的处境 没有办法再认真的写 人心与人生这一部 他极度看重的著作 所以一直到1970年才 全部的事态比较缓和下来 以后他才恢复写作 那么1967年的三月下旬 他开始写作 一个算是书吧 叫中国理性之国的 就是写作文稿 这个一直写到1970年才完稿 这一部书呢 中国理性之国 是我下一讲的主题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 再次暂时略过 1968年4月 他又莫名其妙被划为右派 划为右派就成为被专政的对象 所以被 人就是不属于人民的行列 所以5月4号跟夫人同时被斗 他们两个被斗的场景是相当难堪 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文革的情况 就是都发生在他们身上 游街受到坐飞机式的待遇 各位知道 飞机式待遇就是手背在后面绑起来 然后腰弯成90度 头低的朝下 其实好像坐成一个飞机的姿势 那当时叫做飞机式待遇 梁清真跟他夫人 在1967年的5月4号 都共同尝到了这种滋味 在大街上 被一群小孩子们这样对待 他当时觉得真是苦 因为这个你处在这种状态下 你感受到 当即的感受当然是苦 胜苦 那么5月24号又得到老友雄实力去世的消息 颇为感伤 这个在他的年谱里面都有记载 一直到1968年的夏天 他的生活才渐渐得到平静 然后1969年的4月底 他收到了政协的一个邀请函 还有一个门票 邀请他5月1号去参加 五一节晚会的礼花 到天安门去参观 参观那个晚会 然后放礼花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1969年的5月 恢复参加政协的例行活动 比如说生活有某种程度的恢复了 那么以上的经历来起参阅年谱 大体来说 比起许多其他的知识分子的遭遇 梁淑明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还不算太严重 尽管我有些朋友可能觉得那还不严重 那个三代家传的藏书字画都被烧毁了 不是他们一家的损失 不是他一个人的损失 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损失 没错 我只是说比起其他的一些 受到重大冲击的知识分子 他的待遇呢 他的冲击还不算过度严重 不是说不严重 但不算太严重 是有比较的相对而言 但他还是陆陆续续 断断续续的遭到了两年的磨难 一直到1969年5月 才真正的比较恢复正常一点 生活正常了一点 1971年 913事件发生之后 就是林彪出亡 然后坠机在蒙古国 那个事件发生 杨树明到10月才听说这件事 当时对国家的前途深感忧心 他也在反省了毛到底怎么回事 对他的一方面忧心 一方面也在反省了 他这个同龄人 跟他认识多年的这位 中国20世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 他的晚年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国家怎么会走上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到了1973年的10月份 因为林彪事件之后 1973年 因为林彪生前常常劝大家读论语的书 读孔子的书 所以呢 居然把孔子跟林彪挂在一起 发展了一场 开启了一场运动 叫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就是批林彪 批孔是批孔子 那么这场运动开始之后呢 杨树明是保持沉默的 他拒绝发表任何意见 开会的时候 他也拒绝发言 后来到了1974年的1月 实在不行 因为很多人逼他表态 他着笔写了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 孔子的这篇文章 到了6月又重新改写 一共得了3万字左右的一篇文章 那么梁书明指出 批孔是从批林而引起的 那么这本来根本就是一场政治运动 不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议题 该有的一个状态 这不是一个思想文化运动 这是一个政治运动 所以杨树明说 他的态度是什么 我可以批林 但是我不批孔 因为这是荒谬的 把这两个人物牵扯在一起 这是荒谬的 因为他拒绝批孔 他说可以批林 但拒绝批孔 因为很快的 他也成了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 他甚至还被江青点了名 要批判他 要逗他 所以他当时处境并不好 各位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 他是一个硬骨头 他不是一个轻易向权威低头的人 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他能够不低头 他拒绝批孔 各位回过头去 回顾我们上一讲所介绍的 那个1950年代期间 他跟1953年 他跟毛的冲突 他反省他自己有很大的错误 他对毛过度的冲撞 而且是很不恰当 他自我反省 各位要了解 那个反省就不是 因应权威的压迫 而不得不做的让步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了 因为可以看到 到了1973年 20年之后 1973年跟1953年的情况 1973年更危险 但他都拒绝 拒绝让步 拒绝低头 何况1953年 所以由这个 我可以大概的推断 1953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是真心的 他是真诚的反省 觉得自己是做的不对 并不表示毛没有错误啊 他并没有说毛是完全正正确的 而是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当时犯了很严重的自我膨胀自高自大的态度 他凭什么要毛跟他当这么众人的面 要向他认错 更正自己的错误 收回已经讲出来的话 其实那是没有 他自己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一种 要求 只是为了想要 树立他自己的尊严而已 他觉得这种态度是错的 好 现在20年后 1973年 批林批孔 他拒绝批孔就是拒绝拼孔 因为这是文化大事 这是民族惠命的一个重大的议题 这是大是大非的 我不管你们要对我怎样 拒绝就是拒绝 到了1974年的9月23号 在一场批判会上 主持人问杨树敏 你有什么感想 这么多人批评你 你现在有什么回答 他脱口而出 说三军可夺帅 皮肤不可夺治 这句话后来传到海外 非常多的人就拼命鼓掌 就说他是一个反抗中共的 反抗暴政的一个 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杰出的硬汉 一个人物 可是各位这句话 我们要在那个当口上 要看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出来 因为海外的反共阵营的人 权势有时候是过度的夸大 而且是顺应自己所要求的 自己所想的方向去尽量的发挥的 梁树敏当时他的解释是说 因为主持人问他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就解释 他说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 也不要人信仰他 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 而不轻易的去相信别的什么 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 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 只是这样而已 归根结底 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我们以我们据此引申而言 每一个人都该如此 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有自己的理性 都该启发出自己的理性 我们读孔子 不是把孔子当作 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 在那边处处的指导的我们 把那样子反而把孔子变成了一个 一个皮鞭在鞭打的我们 或者是一个手铐靠着我们 其实我们自己丧失了自我 其实孔子只是要启发我的理性 让我自己去按照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让我按照我的理性去走我的人生之路 只是如此而已 所以这场运动很有意思 它持续了只有一年左右 后来为了不影响社会生产力 1974年的11月就结束了 大家就不再提了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进入到1970年代之后 就是文化大革命 大家都说十年文革 1966到1976 其实真正激烈只有到1969 有的人说1968 总而言之就是前面两年三年 到了后来那种 发动运动的这种激情 跟那种强烈的社会动能 越来越衰竭 所以到了1970年代 尽管上面由上往下的很多运动 持续的发动 比如P0P孔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整个社会的配合度 跟那种热烈的响应 自然而然会影响这个运动的动力 所以实质上 其实当时是很疏杀的 是很疏杀 但是实质上这个力道也确实越来越不足了 所以梁树铭也幸运的 没有遭到像文革初期 1966年的时候那样的冲击 好 我们接下来就大概介绍一下他这部书 到了1975年 时间到了1975年7月 杨树铭晚年最看重的这部著作 人行与人生终于完稿 这本书分21章 开篇自述 他就说 无数只在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 同时概义有志 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 这是开宗明义 他告诉大家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帮助大家认识自己 同时 介绍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 这本书的写作 酝酿了多年 我们前面讲过1924年就开始酝酿 但是1960年或者1957年才真正的 的专注的开始写作 而且又中国又经过这么多波折 1984年才出版 其实这个书写作呢 基本的观点呢 与梁淑铭早年的有关文化 人生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这本书在秩序中 他也讲到了 为什么写这部书的写作的缘故 写作的因缘是怎么样 他简要的说明了 这部书其实是为了 为了完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那部最早让他出名 明满天下的那部书 他是想要把那部书的缺陷 给弥补起来 这是他主要的动作 所以这部书 有兴趣的朋友 想要仔细研读的话 一定要配合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部书 两部书要放在一起 他秩序里面他说 在1921年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的 第二年 就是1922年 我很快觉察到 其中有关儒家思想 一部分的粗浅 不正确 特别是其中援引晚近流行的某些心理学见解 来讲儒家思想的话 是不对的 必须要得到纠正 这一就是说 当初自己对人类心理体会认识不够 对于时下心理学见解物有所取 因而依旧不能正确地理会古人宗旨 而胡乱来讲它了 现在这个问题既然我觉察了 就想要把自己心的体认所得 讲出来以为补述 所以这部书真正的主要的动机是要弥补 他认为他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部书的缺陷 那部书是出版于他28岁的时候 现在这部书完成于 他已经82岁的时候 1975年他82岁才写完这部书 所以为什么两部书超差异完成 成书的时间差异如此之久 超过50年呢 一个是1921 一个1975 然后宗明有他的解释 他说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学术中人 而是一个问题中人 他一生他说我受困于两大类型的问题 第一个人生问题 是非常根本的 也非常个人的 第二个是社会问题 一生受困于这两大问题 那么在过去几十年之间 杨树明说他主要是为了社会 为了国事而奔走 对于人生问题的思索虽然从来没有放下 但是终不免受到挤压 而没有办法全力专注的去处理 那么1953年 与毛泽东公开冲突之后的生活 相对的疏离 跟远离的公共群众社会生活 所以反而给了他较多专注人生问题的机会 这是因祸得福 其实这种程度上也不太坏 反而给了他 他不太忙了 给了他机会 专心的写作 专心的思考 所以杨树明为了写作这部书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参着了多位中外名家学者的著作和理论 这个各位去翻阅这部书的参考书目 大概就可以 大概可以有一个概念 那么里面用的最多 他最瞩目的哪些作品呢 大概有三大部分 一个是达尔文的演化论 所以杨树明先生的思想 始终有演化的概念 Evolution 有演化的概念 有这个 人类社会不是不变的 是有一个在演化的过程 他始终有演化的概念 这一点可请各位注意 第二个 他参照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 还有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当然也有毛 毛泽东的著作 这个我都归类为这第二类 第三个类别 他参照的参考资料 现代心理学 他非常非常重视现代心理学 那么其他当然还有一些哲学家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著作 但主要就是这三大区块 三大类别 达尔文演化论 马克思主义 这个 然后现代心理学 这是他主要参考书目 所以他 他企图用多元的视角 来重新的审视 如佛道 等东方传统思想 并且希望从中 绝发出新的时代的意义 杨树明承认自己的学术根基不足 他本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学问家 他只是自己承认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而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践的人 他早年的著作 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我个人认为 与其说是正规的学院派的学术著作 其实真的不能算是 无论从体力或者是发 那种发挥问题的论述的角度 他不是正式的正规的学术著作 他其实更接近于一个思想家的概念建构 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在建构自己 属于自己的思想跟概念的架构 他在建立起自己的那个体系 那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应该是杨树明一生中最具有创建的作品 因为充分发挥了他的 他个人的那种天赋的那种创造力 思想上的创造力 在知识方面 那时候他才二十几岁 尽管有非常多的疏略之处 也许你用古文错了 你用心理学家的概念 也许你用的有差异 有偏差之处 但那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他创造出了一个概念体系 那概念体系非常非常的 对众人具有启发性 所以他事实上他做出了巨大的攻击 是在思想概念架构的建立上 所以知识上面的书略 丝毫不掩其光彩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到了晚年 他现在写这部书 他反而尝试着用做学问的方式 来想要完善旧说 想要去改 去修正 但是我个人觉得 反而显得有些吃力而不讨好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各位不一定要同意 那么 诚如作者在《书成字迹》中他所言 他说 杨树明说 我一生学士 既书且爱 写此书时 屡有感触 谈古中国文化 则疏于古来荆棘 未曾一日用功 杨树明自己都承认 他四书都没有完整读过一遍 所以 用到中国古书的时候 就觉得 光这一方面就有点吃力 甚至于不能通其文字张句 因为这是小时候 受学术训练的基础所影响的 他说 谈其现代学术 则未能熟悉一种西文 有短于自然科学知识 所以这都在讲他自己的短缺处 所以 若问其何以于自己 所不能升任的学术上的 根本性大问题 人心与人生 进而勇于尝试住宿者 则亦有故 既然我的学问根底这么不够 为什么我还敢来处理 这么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 人心与人生呢 他说 这是我有我的缘故的 我有我的原因的 我也不必纯然妄自菲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从十六七岁开始就对人生 勿生其怀疑烦闷 倾慕出世 寻咎佛法 由此而逐渐于人生 有其通达认识 不欲于世俗之见 转而能为之 能为之说明一切 我说我 这个是从生命根底出 磨练而来的 我就是从内心真正感受到人生的苦闷 然后我透过佛法的修习 然后我有我自己的一套看法 所以我对人生是有真正的感受的 他说 环顾当世 此事代非 亦人认 好像也没有别人能够承担 我在这一方面不必妄之菲薄 我确实有一定的条件 虽然前面讲的那个学问方面 学术训练根底不足 但是好歹 我这个人是认真的 在人生议题上是磨练过来的 我有我的看法 有我的体悟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为什么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来做这个题目 是因为 我所处的这个时代 身当世界大交通之事 传来西洋学术 既非古人 欲于见闻者之所及 亦且遭逢世界历史大变局 祖国历史大变局的今天 亦非生活在几十年前的前辈人之所及 所以当全人类前途 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计 无疏之作 岂得已在 也就是说 除了前面我有我自己的生命魔力的 来自生命根本 出我自己亲身体悟磨练而来的 某种认识 好像不应该妄自菲薄 第二个 我又刚好碰上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前人的学问跟见识 是有不足以应付这个时代的 那么今天我让我碰上了 我觉得我义不容辞 我应当对这个 这些 这个时代 乃至于这些根本的议题有所交代 所以我做此书 岂得已在 就好像孟子说 于喜后变在于不得已也 然后树铭亲来也说 我难道那么喜欢 没事就喜欢来住树吗 我也是不得已 我必须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生命的使命 我这一生 某种的天命 我也该做这些事情 这是他对自我的一个要求跟自信 这也是一种自信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本书 我前面已经说了 我觉得好像有点吃力不讨好 因为它事实上 学问根底不足 然后我 这也只是我个人认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其实尽管有很多很多的疏漏 但是它在概念的建构跟那种启发性是 是 是 是浑然天成的 那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就是 就是非常 所以我不把那个当作是一个学术著作 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思想家的作品 可贵的作品 具有原创性的作品 但这本书呢 我认为它真正可 难能可贵之处在于 写作的时候 它身逢 中国现代文化反传统浪潮最激烈的时期 就文化大革命 就是 现代中国文化反传统运动 这个潮流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杨树明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 丝毫不为外境牵动 这是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那么它并且设法用更周延的论述 重新肯定东方三家之学 独家 佛家 道家 对当前世界的意义与价值 我觉得这才是这本书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我引用它好几个地方 曾经讲出来的 人心重要在哪里 世间至可 宝贵者莫如人 人之可贵在此心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它说到 人之所以为心在其自觉 人心是什么 自觉 就是人会有一份那种自觉 自觉之心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它说到 人心基本特征在其具有自觉 它反复在提这一点 这是一开始 那么 我引用它在第十三章 讲这个东方三家之学里面 讲到佛家里面 它说 说人内心 人心的内孕之自觉 其在中国古人 即所谓 即所谓良知 或者是所谓独知者 事宜 然后 人不容懈怠 必须实时的保持敬畏之心 敬圣之心 那么 儒家之学 只是一个圣度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总结 就是一个圣度 独自你 你是纯然的 面对 独自一个人 面对这个宇宙 人生 生命 指向宇宙 生命之无对 好 在之前所举的 东西文化 直律哲学里面 提出的那个三种人生问题 人生的三路向 说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我希望各位朋友还记得 梁树明 进而阐述到 他说 如上举 所举的道家 儒家 佛家 却非只是个人的思想活动 又如古西洋 各家哲学那样 此三家 各为一种 生活实践的功夫 不图在口耳之间相传说 它是有一种实践功夫的 即 都是真学术 在解决各不相同的人生 真问题 如我素习所说 儒家之学 适应于人生 第二问题 佛家之学 适应于人生 第三问题 道家之学 则硬乎人生 第一问题 临摹 转变知识 所需切证 第一问题是什么 人与物 人与自然 第二个问题 人与人 人与人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社会 第三问题 人与自己 你自己这家心 所以 在梁树明的心中 佛家是最高的 因为他是人生的第三问题 但是人类的进化呢 到今天为止 只是从第一个 人与自然 正要逐渐的转向到 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 妥善的处理的 这个文明的阶段 至于人与自己的 那个宗教的 那个高超的 那个阶段 还在一个相当遥远的未来 各位应该还记得我曾经这样诠释过 那么 他现在这一部书把 中国传统社会里面 曾经有过的 儒家 道家 佛家 把它各自安放在 他该有的 能够发挥作用的 那个人类进化的阶段 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梁树敏始终 他是以演化观 去看待人类的心理发展史 所以他指出 古东方学术 不误考究外物 而反攻以体 认乎自家生命 其道即在此 自觉心加强扩大 就是那个自觉心 能够让他越来越 越来越 做得了主 人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 能够加强扩大 把那个内分自觉 生命的自觉 能够扩大 能够持久 能够持续长久 最后解脱于世俗生命 如这部书的第十三章中 所述及的古 东方三家之学说者是 此盖文化之找熟者 梁树敏一再强调 无论是印度人 发展出来的佛家的道理 或者是中国的儒家 在整个人类文明 都是属于找熟的 又没有完全成熟的 他这套论述很有意思 他找熟的不完全成熟 但是人类 今天的人类回顾历史 就会找到那些找熟者 这些找熟的东西 正为世界未来文化之预备 这个观点 非常非常明确的把它提出来 所以其中如古道家之学 古儒家之学之复兴 正不再远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是 儒家跟道家的学说 刚好都是中国的 复兴跟壮大 跟贡献于全人类的历史时刻 就在眼前 就在我们前面 人类走到这个当口 人类如果不要灭亡的话 此下应该是儒家跟道家的学说 开始昌盛起来 至于佛家呢 还在将来 还在未来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人 还没有演化到那样的程度 好 这一部书 1975年夏天写完之后 人心与人生完稿之后 这个杨树明觉得 有一些部分需要再加强再补充 所以他立刻找出了 他有一篇写于1949年 但是没有发表的文稿 也没有完成的文稿 当时题目就叫 东方学术概观 他把它拿出来重新改写 改写的目的是什么 再度补充人心与人生 所以各位 有兴趣的朋友要读人心与人生 网上要读东方 东西文化极其哲学 然后同时要包括这篇文章 东方学术概观 各位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梁树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因为梁树明的思想有多层次 也就有很多很多曲折的地方 所以各位读他的著作需要一点耐心 他特别针对人心与人生的第十三章 来改写这个东方学术概观 因为第十三章的主题是 东西学术分图之说 所以他针对这个继续的深入去产发 去探究 那么1975年改写的东方学术概观 与1949年的东方学术概观 未完成稿的旧稿 都收录在梁树明全集的第七卷 刚好一前一后 供各位朋友有兴趣的人 能够对照参阅 你可以读完1975年的这个完稿之后 回头再看看他1949年的未完稿 看看他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然这个这是有兴趣的朋友 他可以这样去做 他全部都收录在第七卷 全集的第七卷之中 那么晚年的梁树明写作 人形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 他在观点架构方面呢 与东西文化极其哲学 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所以50年来啊 他的基本的文化观 那个整个基本的架构 是跟50年前一样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改变 但是有两点的比较显著的变化呢 我觉得我要特别跟各位提出来的 第一点 晚年的这个时候 写作人形与人生 乃至于东方学术概观 他跟20多岁的时候 东西文化极其哲学的写作的时候 最大的不同是 他对道家琢磨变多了 甚至于还开辟专章来讨论道家 这个与他青年时期很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的变化 第二点的变化 是他更倾向于将东方的三家 如佛道合并论述 合并论述之后呢 抽意出他们的共性特征 然后拿这个共性特征呢 跟西方思想总体 做一个相比较相对照的功夫 所以这个在东西文化极其哲学里面 也比较没有 那现在他非常明确 而且非常加强的来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这是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 我引他东方学术概观里面 一句话 一小段话 他说 在模仿外国大学教育中 东方三家之学 各作为一种哲学来讲 其固有精神 实之亡以 也就是说 在我们今天这种模仿西方的 这种大学教育的体系里面 如道佛三家 实质上 不可能正常的存活在 现代的教育体系里面 除非社会上有足够的空间 容纳他们继续延续 其精神面貌血脉 但是在学院中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不注重那个实践功夫 而只把他们当作一种思想 一种论说 一种哲学 他们不是哲学 杨树明只是要告诉大家 这些东方三家之学 不是纯然的哲学 所以你如果把他当哲学处理 他就实质 精神实质就亡了 无精为此书 曾有所不容易 我是不得已 我今天才会写这个 他说 世界形势 社会主义将带资本主义而新 人生的第二个问题 将引起第二期的学术文化 就是注重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那么古东方学术 特别是古中国学术 复兴的基运尽在目前 道家之学呢 首先显示了征兆 我一直现在 古中国医学之受到重视 而且事实上正在起的作用 便是其开头 这是1970年代的时候 他非常严肃地提出这个观点 认为说道家之学 尤其显现在中医 或者是中国的养生法 中国的武术 健身养生法 这个先受到瞩目 然后这是一个最先的征兆 道家之学会复兴起来 不一定按照古人的面貌 但是那个按照 那个精神脉络发展下来 会有一番新的 新的作用 产生在新时代中间 这是他的预言 那么东方三家之学 皆在向内 体认乎生命 恰语近代科学家 向外以求认识事物者 殊途 这段话讲得非常的 切要 非常重要 这段话讲得 有心人应该都牢记此 此段话 杨树民特别将古今东西学术 视分为四大类 第一个是科学技术 这个是当今世界 现代世界各国共有的 第二个哲学思想 各国有 大概都有 这只要偏于是概念 论述 观念的建构 第三个是文学艺术 这三大类 第四类呢 他称之为修持涵养 简称修养 这就是东方 无论是印度也好 中国特有的 他说 反早属于古东方之 各家真实学术 现在只当作哲学思想来讲的 书属 师真 无当 也就是说 如道佛 这三家 不应该只是 当作概念的解析 分析评论来说 因为他们都牵涉到 真实的功夫 修养 所以他说 显然 应该要分这四类 而古东方 三家之学 事实上 属在这第四类之中 他说 修养这个词呢 特指反攻在自己 身心 生活上 日进于自觉而自主 因为你自觉的扩大 最终自己 自心能够做得自家自主 所以整个生命 有所变化提高的那种 学术 其实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它稍微做一个改变 叫那种学问 其中有知识 有思想 可是却主要得知 向内之提认 还以指导乎身心生活 因其学问 大有别于处理外在事物者 从而明知约 修养可以明知约 修持 涵养 或者是证悟 佛家特别喜欢讲证悟 那么儒家会讲修持 或者是涵养 修养 这是非常非常东方式的概念 而且是东方式的学问的形式 它牵涉到不是只有概念的论述 不是只有逻辑 不是只有思维 包括一个对内的生命 全反攻自行 在自家内在的体认 然后从内在的体认 转而指导 生与新的一个整体的生活 跟实践 这是非常非常东方式的 那么 他说 科学家 哲学家 文艺家 往往也有所谓的修养 但那是从 久于其事 而其身手和心境 渐渐深入 升高 在他那一门学术上的造诣而说 应该分属于上三类别中 而非此第四类 指的就不是这第四类 所以此所指者 第四类指的是 东方三家之学 为其重点 讲到此 不晓得各位朋友 是不是有所 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 1970年代 已经80多岁的 已经80岁的梁淑明了 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下 那个反传统浪潮 达到最高峰 正在 才刚刚开始退潮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着重的 宣扬提醒 世人 东方三家之学 将是人类的下一个阶段的重点 而且 人类必将走向这个 这三家之学的复兴 尤其是儒家跟道家 佛家可能还要再 再等待到将来 但在他的看来 迫在眼前的就是儒家跟道家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他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下提出这些 所以 晚年的梁淑明可以说又回归到了 不能讲回归 就是他又回到了 他又重新梳理了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提出了那样的文化观 文化类型观 而且他开始指向了人类的整体的可能的出入 会是这样的道路 他在那样的1970年代的中国提出 还能够提出这样的说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那么最后我想回到我们刚开始的一个问题 就是梁淑明接近毛派吗 因为从上一次上一讲之后就有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从一开始今天这一讲 一开始我先问出这个问题 然后逐步逐步的铺陈 然后意图来回答 我最后再回到这个问题 他是毛派吗 除了上一讲我们谈到 他在建国之路方面肯定过毛路线以外 在文化思想方面 显然他跟毛的观点都非常的不同 他对于老年的毛泽东的看法 则是毫不掩饰地批评他 他批评毛 晚年在思想上犯了重大的错误 具体显现出来的错误就是 他发动文革 以及坚持 持续坚持 过度坚持 过度扩大阶级斗争的作用性 就是他对毛晚年重大批评 所以他不是一个崇尚权威 像权威轻易低头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自我 非常完整的人 他会检讨自我 他会怀疑自我 但他从来不会说昧得良心的话 这是梁树民最给我们最大最大的 最可贵的一个启示 那么有关于他如何批评毛 晚年的重大错误 有关这一方面 我想留到我们下一讲再继续讨论 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这一讲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